大家好 我是赛庭队长 不加独自闭 也胡思乱想 那节目之前 咱是快速打广告 1月27 1月28 这两天一个周末啊 我呢 咱们去武汉游学 27号去中山建博物馆 我带这么多活动 咱终于去船了 是吧 这是一艘经历过 晚清 民国 护国战争 护法战争 抗日战争的老军舰 攻勋军舰呢 等于说是一部中山建 就是一部民国史 然后呢 这个 海军史 这也一直是我比较感性 是比较擅长的啊 所以这跟我走 去这中山建 绝对是物超所值啊 那么28号 咱们去辛亥革命博物馆 那么革命的前前后后 一场非常偶然的暴乱 那这是怎么推翻大清王朝的 哎 这个咱们也来讲讲 是吧 行了 咱言归正传啊 最近啊 网上有一个说法 今天呢 来聊聊跟这有关的东西 就是现在你看国门开放了 然后中外这旅行呢 应该说是恢复了吧 但是呢 外国游客不多啊 那么关于外国游客不多呢 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么几点 就是首先是 国内啊 这些旅游景点 这些旅游景点 但是他那种什么坑蒙拐骗这些问题 虽然是得到了一些整改 但是力度不够 还是能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 你去趟西安啊 说去兵马俑 然后你就能看见一票黑导游 给你拉到那个野鸡景点去了 然后云南旅游社那些导游 也是他妈的 连未必带利诱的啊 我就对云南这印象非常差 因为我前些年跟家里去一趟乡里拉 那块交通包走嘛 这个我就在当地抱了一个旅游团啊 当时抱团的时候 我先说明白 我没图便宜啊 就是我当时抱的时候 就是那种捡柜啊 就是那个什么 不带那种强势购物的那种 结果这个导游一路上 他是不强势购物 但是他是正给你拉到那些用品商店去啊 然后一看那个 我没卖东西啊 那导游一路上就就 跨个逼脸啊 跨个逼脸 真的就是那一趟 真的是我体验最差的一个省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景点周边去建围墙啊 你青海湖黄河都用围墙封下来 然后你得买他们的票 如果是在这个什么景点 在公路边的话啊 我就想沿着那个公路去看看这青海湖 是吧 就不让你停车啊 赶紧走 是吧 所以就是综上来说 我对于国内 尤其是西部地区 这些自然风光 真的全是望而却顾 本来交通不好走 然后再加上那种天堵的事太多 那干脆我不去了 反正我也对自然风光吧 这兴趣也不是很大啊 那你看相比之下 就是那些城市里的景点 我是非常喜欢 喜欢的 这一点呢 就是南方的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 他做的就很好 就这些景点都在市区里 我坐公交车就能去了 而且明码标价啊 贵便宜的人起码是说明白 就进上票 没有其他的花销啊 所以我就喜欢这些地方啊 那么这景点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支付方式 进什么店呢 扫码支付 这太不方便了 现在我觉得他不只是外国人觉得不方便 我自己都能什么 都不觉得方便 那你说出去玩 我在家里出去玩 我爸妈出去玩 我得先教他们 手机叫车 然后什么扫码 存这个 然后什么手机出示车票证件 这些人 其实对于上岁数的人来说 这挺麻烦的 你要强迫他们去适应你的新的生活节奏 这其实不公平 那有一次就是 我爸妈他们出去 然后那个停车 地下停车场 没信号 现金支付停车费吧 说不行 只能方法 现金支付不了 那就没信号啊 然后又连WiFi 那这个WiFi呢 他就又是什么授权注册短信收二维码 就非常麻烦 那你这个车在前头停着啊 你交费出不去 他走不出去嘛 那后边车就着急 你就按喇叭 就滴滴他 那一滴滴就更着急了啊 所以就是本来你玩手机上手就不快啊 整的就是心慌 是吧 那你说给我看 我听说这事挺心疼的 那收现金怎么了 现金不是流通货币吗 然后刷卡不行吗 那银行不都发银行卡了吗 那你说什么各个环节 各个部门都只能扫码支付 这是不是一种懒证啊 我觉得啊 你要面对这些问题 就是说中国人觉得它不方便 外国人那就觉得更不方便了 对吧 正常人反应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提供什么方面 就是那种正常范围之内的方便 对吧 你看你不是说特权啊 然后是不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不合理的地方那改一改啊 那这样的话让这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玩的人 多这样能促进经济发展啊 多挣点外国人的钱呢 这样的话这本国国民更富裕吧 那这中国这好山好水啊 那是可以大把挣外国游客钱的啊 你看看什么这个四川那些风景 那不比瑞士差 对吧 你云南那个雪山 不不不不不比什么阿尔卑斯山差 结果你看好多这种旅游景区 你挣自己人的钱都费劲啊 然后被被人骂 骂成那个德行 所以改改吧 对吧 咱说你自己改了 那就是光明正大 理直气壮 咱就把钱给挣了 而且是永远的把钱挣了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的反应就是 你爱来不来啊 你受不了 别逼逼 你不缺这样的人 你活呆 对吧 什么让你这个安装的时候 不绑定这些这个APP 是吧 然后你觉着什么 平常要让外国人觉得方便啊 这桂铁床为外 对吧 就是真正恨国的货色 天天打着爱国的旗号啊 这事我无话可说 你看 你看就是 各位在生活当中 哎 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你看这个国内现在这post期 它是萎缩严重 然后 这这种卡呀 支付啊 是挺落后的 无论是支付宝 微信 都必须要绑定中国境内的银行卡 那绝大部分外国人到中国来玩的话 他不可能说专门在中国再开个负啊 然后 那你那些个什么中国的软件啊 都只能在国内这个 就是注册使用的时候啊 都只能用中国境内的手机号 那这就导致 几乎啊 所有在中国人眼里变民的那些软件 国外游客都无法用 而且那 那那那像什么酒店的景点预约这种操作 他他他更没法整了 对吧 然后再加上什么路牌 拼音画 这种神级操作 国内的人不需要国外的人看不懂 人为的制造困难 即便是真的 说有人啊 有外国游客打算在国内去开户去办卡的话 也可能会因为对于国内这个机构啊 对于这个护照开户啊 这些流程不熟 然后就导致最后以失败告终 然后总结就是说 外国游客到着中国 如果没有中国人带着 几乎就会失去所有电子软件的帮助 手机作废 然后再加上那种什么支付困难 预定困难 语言困难 这好家伙 我听着都头大 是吧 你看啊 这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呢 他不是为了长期停留 对于中国人的那种支付方式 无所谓习惯与否 是吧 那如果啊 你中国人想挣外国人这笔钱的话 想做人生意的话 你商家就得改进自己的服务 否则的话 时间一长 别人不来了 那样一来 受损失的 又是谁呢 对吧 人又不是说非得到中国来玩啊 很多东西 你看现在都是中国自己独立的一套体系 然后全世界其他啊 一百多 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地区 共用另一套体系 如果不去中国 那很多外国人 他会默认 这东西全国一样的 没想到到中国不一样 是吧 拿一张那个Visa的卡 默认 不管到哪个国家都能刷 然后没想到 在中国很多地方就去 他这真就刷不了 默认什么街边买一张电话卡 这个就能打电话 没想到到了中国 你还得拿这个护照到营业厅排队实名购买 然后营业员还不懂英文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个默认 就涉及到什么法律法规就不予显示了 当然你可以说是吧 外国人爱来不来 要来的话必须得适应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外国人是会用脚投票的 同样我到中国来是干嘛的 不就是体验东亚的文化吗 那我可以去日本韩国吗 我可以去越南吗 无缝切换 所以钱让他们挣了 你挣不着 你活该 你看前些年呢 就有媒体报道说 国外银联知识越来越好 然后可以用这个支付网 微信呢 这个商家越来越多 日本就这样嘛 就是他说是这个国外啊 吸引中国游客的手段 你看到这报道之后很自豪啊 现在经济好了嘛 人民有钱了嘛 对吧 那现在国内的经济情况 是吧 就是不多说啥了 那么现在要采取一些手段 促进外国一些个人过来旅游消费 你有啥不行啊 是吧 别老把这种事跟那个爱国挂钩啊 厉害了我的国啊 什么老外要适应中国国情 拜托 这是这是我们想要外国人过来消费 你看看那个人家日本人 人小鬼都多想通 是吧 那这个 什么春节啊 什么那个十一 人家日本商场都搞中式的宣传 然后那个法国一些个就是 就是知道这个中国游客比较多的一些商店 他们店员 他也会简单说两句中文 逢年过节 用那个背景音乐也都是中国的 是吧 在和平时期 咱民生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 赚点钱不寒碜 是吧 你就是一个 哎呀 过日子 就是一个过日子 不要老搞什么战狼思维 然后觉得这个 呃 人家外国人求着知户方面 就是有人想想害我 是吧 人家是来花钱支持我们消费 我们明明是乙方 你装什么假方啊 没意思 是吧 你再看那些 说满嘴 就是说什么爱来不来 然后但凡是有人要做出点改善 然后他就批判人家啊 说是重阳没外那些人 这群人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的只是回嘴 就是属于是战狼看多了 然后你深入脑竿 深入骨嘴 就就这感觉一样 是吧 你现在睁开眼去看看形势 到底是谁 呃 内须不振啊 到底是谁 说急着找什么外资 找外国人过来提提升经济 甚至说连媒体都发文 要改善这种外国人呢 付款困难的情况 你现在想吸引外国游客 然后你不想做出改变 然后你去抱怨外国游客 你这么做 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 还会降低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然后 说不定这个你自己还养养得意呢 是吧 哎 我今天又回怼了啊 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啊 我真爱国 你跟他自我感动呢 是吧 我现在所列举的那些什么支付 尤其是这个支付啊 半海这些不方便的问题 这是99%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 必定碰到的问题 这不是吹毛求疵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且根本的大问题啊 所以就是你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那么国内这个游客数量是肯定上不去的 那对吧 你这么多既然是到中国来这么多麻烦 那我同样去这文化圈啊 我去日本去韩国 不好吗 对吧 在这个外国人眼里 这些地方真没有说你们以为的啊 那些东西有这么大的区别 对吧 我要是就是为了看什么城堡啊 看什么外国人的话 那我去英国和去法国真的没有区别啊 所以就是我奉劝某些人不要因为说你回嘴了什么 这些人对中国的批评就是爱国 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 那么定义问题分析问题尝试解决 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但是你们呢 你们甚至说不愿意承认问题的本身 那么你们的无所作所为 真的闷心无愧于你们是个爱国贼 爱国贼阻碍的那个爱啊 甚至说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你们自己的可耻 你们真是一个合格的反华势力 一个合格的狗腿子啊 那好了 关于这个外国人游客为什么少 怎么去改善啊 这样一个问题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